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出狗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出狗 《老子道德经》这段经典名句 被引用的频率很高 但是误解也很多 我们不解的是 天地聚生万物,为何不仁? 圣人德行崇高,为何不仁? 且看和尚公如何一语道破 老子和尚公张句 为战国时道家神人和尚公所传 他对《道德经》这段名句的注释是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出狗 天师地化,不以仁恩,任自然也 天地生万物,人罪为贵 天地是之如除草苟畜 不贵忘其报也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出狗 圣人爱养万民 不以仁恩 法天地行自然 圣人使百姓如除草苟畜 不责忘其礼意 除狗原为古时用草扎成的狗形 共计自用 用完即丢弃 比喻清贱无用之物 和尚公神人神姐 将除狗定义为除草苟畜 就可以意会除草苟畜指的是植物和动物的统称 因此老子说的除狗 代表的是天地之间的一切生物 整句话的要意为 天地和圣人不失人恩 任其自然 对待所有生灵或百姓一视同人 没有分别心 和尚公的说法是不是令您毛色顿开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